首先要带您关心日本政府买下钓鱼台岛屿 激化了台日中之间的主权争议 而在我国一再坚持对钓鱼台拥有主权的同时 却传出前总统李登辉表示 钓鱼台是日本的领土 马英九总统今天特地在国使馆的一场国际研讨会上 引用历史文件 强调钓鱼台在1895年之前是清廷的领土毋庸置疑 而日本只对内宣布占领钓鱼台 这在国际法上并没有效力 实际上在1895年之前 钓鱼台是清廷的领土无可置疑的 所以日本他在没有对外公开的情况下 侵占了我们的钓鱼台 又不发消息 这个最多只有在他国内发生 政府国内的意思表示 没有国际法上的效力 我们当然不会承认 国际法上要求各国都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 这个我们身为国际社会的一员是必须要争取的 但是我们在主权的立场上 寸土骗石在所必争 马总统表示 我国采取了正确的做法 也就是主权在我 搁置争议 和平互惠 共同开发 总统强调 如果在各方都愿意 搁置争议的情况下 来针对资源问题进行协商 将对区域和平与安定 有很大的帮助